哎 哎 别打 别打 哎 打 哎 你干什么 男人呢 你干嘛 哎 哎 放开我 放开我 37岁男子因沉迷成功学 偷光了父母的养老钱买西装 可因为理想不被认可 所以他就对父亲大打出手 男人的名字叫做吴海 本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打工族 可知道他派了一本关于成功学的书之后 他立马就觉得自己是为了成功而生 于是吴海便辞去了工作 专心躲在房间里钻研成功学 吴海深信自己是个天才 有着常人难以匹敌的思维和智慧 而父母认为他是中邪了 便将自己的儿子关到家中一年之久 可最终这个叛逆的老男孩 偷了父母两百元 脱离苦海来到长沙寻找自己的不乐 本以为死刑是猛虎下山 没想到是病猫出笼 在吴海刚来到长沙的第一天 自己随身携带的两百元巨款 就被他挥霍一空 要不是节目组的接济 吴海估计得跑到火车站里乞讨了 等到他吃完这两天第一顿饭之后 吴海立马就做回了自己 开始向记者推销 吴海向节目组表示 自己的头脑和口才是百年一遇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还现场为节目组写了一首名为《荣的诗》 梦醒十分放感悟 天高地阔为心宽 我们从吴海的字体以及诗中所表达的含义来看 它还是有点东西的 只是并不多 可当记者提到父母为何阻拦他成功时 吴海却突然爆发了不满的情绪 虽然吴海嘴上说着不原谅父母 但他的身体还是非常诚实 吴海为了防止未来几天挨饿 他要求节目组送他回家啃老 最终这位天才的创业计划 才刚刚开始两天就以失败而告终 吴海刚一回到家就看到了父母双膝跪地 烧香拜佛 原来父母花了一万元请神来为儿子破财消灾 看到这一幕的吴海岂不大一出来 直接对自己的父母说着吉祥话 这位37岁的男子因迷恋成功学 竟靠着双手的勤劳偷光父母养老前给自己买名牌衣服 可因为理想不被父母认可 最终先帝创业未斑而半道崩祖 吴海在对父母发泄完之后 似乎意识到在镜头面前有些失态 他立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开始整理起自己的意表意态 他换上自己帅气的西装 梳起了大背头 最后再戴上无镜片的黑矿眼镜 果然长着一副斯文败类的样子 随后吴海便开始炫耀自己的名牌西装 这些年来他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 从父母那偷来的养老金买西装 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想要进入上流社会 第一步就是要穿的人模狗样 而吴海除了购买西装之外 还喜欢买书 比如成功学 爱情三十六计等等 可当我们翻开数据后 惊奇地发现 书上还有吴海认真做的笔记 看来吴海心里确实有着一颗想成功的心 可村里人并不懂吴海这种行为 还嘲笑他 赶紧去种地干活吧 别整那些没用的东西了 听到村民们的不理解 吴海非常不服气 谈到吴海心里异想天开的想法 旁边的父亲默默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家就是普通的农民 根本撑不起儿子的梦想 而旁边的母亲 则缓缓道出了多年来的真相 前些年的时候 村里的年轻人都会去外面务工 赚钱之后都会往家里补贴 可吴海自己却在外面屡屡碰壁 不仅拿着微薄的工资 还要忍受老板的谩骂 而吴海将这一切的原因 都归咎于没有学历 于是他便辞去自己的工作 开始在家里钻研成功学 不找工作也不下地干活 每天在床上幻想着自己的白日梦 久而久之 吴海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穿着也开始变得怪异起来 而吴海的妻子实在忍受不了 自己丈夫的异想天开 一气之下便带着两个孩子离家出走 然而妻子这样负气地离开 却丝毫没有动摇吴海的发财梦 吴海表示 妻子和父母只会看眼前利益 应该把眼光放长远 可当记者问道 你为什么要偷父母养老钱买西服呢 吴海却表示 自己花他们的钱是应该的 你有点钱 没有命运的那钱干什么 但是你花这个不都是他们的钱吗 但是他们自己来的 说完 转头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父亲看着远走的儿子 小声用家乡话埋怨儿子的不孝 可还是被有心的吴海听见了 他心中的情绪瞬间爆发 37岁男子因想进入上流社会 便偷光了父母的养老前买西装 而父亲只是抱怨了一句 却没想到差点遭遇了一顿毒打 要不是村民的阻拦 现场指定得流点血才能结束 无处发泄的吴海只能对着椅子和镜子出气 而旁边的母亲也无助地流下了自己的眼泪 可解铃海虚气铃人 导演组听取了母亲的意见 决定给吴海妻子打一通电话 希望能让吴海回归正常人的模样 可谁知 吴海的妻子坚决表示不回去 虽然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地很困难 可即使自己再辛苦 也不会回到吃人说梦的丈夫身边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吴海激动地想要从二楼跳下去 就在世界即将要失去这个天才时 一旁的村民立马将他救了下来 吴海蹲在地上开始大哭起来 他不理解自己只是想要成功 给整个家庭带来更好的生活 可父母却一点也不理解他 家人的冷漠 让这个天才的内心受到了极度的委屈 本以为这次事件会让吴海安稳几天 却没想到他又离家出走回到了长沙 并在大街上表演了一段杂技 看来想要成功还得先发疯 这次吴海主动找到导演组 希望能给自己找个心理医生 来证明自己是个天才 心理医生先让他写下十个字来形容自己 吴海脸不红心不跳地在纸上写下了 自信 时尚 温柔等字 随后心理医生表示 吴海这是患上了表演型人格障碍 可吴海坚持说自己没有患病 于是他又找到了精神科医生做咨询 没想到医生直接说他患上了精神病 希望他能赶紧住院 可吴海认为全世界都在骗他 便再次偷偷溜回到了家里躲了起来 村民们见状立马不打了报警电话 希望能够抓捕吴海 送他强制入院 节目的最后 在当地副镇长和警察的劝说下 吴海将自己的表演天赋 带到了精神病院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我笑他人看不穿